我嫁到将军府冲洗的时候只有14岁 将死的夫君问我 嫁给他怕不怕 我说不怕 他似乎在发笑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 我的夫君是当朝大将军之子梁君臣 梁君臣跟其父亲一样也曾是战功赫赫的人物 可惜刀剑无眼 在沙场上梁君臣无意妖己受伤 贪窝在床榻如今有数年 今年夏日 坊间突然传言梁君臣病重病危 宫廷御医江湖郎中请了个便也没见好 传言后没几日 没人频频上我家门 不久后将军府的屁里吓到了我家 说我的八字与梁君臣相合 是注定好的姻缘 不过是冲洗说的倒是好听 不知道是哪个牛鼻子老道给梁家出的主意 我娘哭着想以我为己机为由去了这门婚事 可是我爹不同意 他说嫁到将军府是我们这种小官宦人家多少年都求不来的福分 哪怕是五岁嫁过去做童养习也是高攀 哪能说句就句 况且这婚事是皇帝次的 父亲大人实在左右不了 大婚那天 京城一场热闹 长街十里结彩 将军府更是喧唐 锣鼓鞭炮没休止的响 人生顶沸一团喜气 可是热闹归热闹 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梁君臣 逮捕了一天我早饿了 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挨到晚间 我才被送到冬院 冬院是梁君臣的院子 门前静悄悄的 与前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偷偷问院里的丫鬟 才知道梁君臣确实已定的厉害 不喜热闹 所以大婚时免了这个院里的一英礼数 丫鬟还说 这位梁家二爷为这场婚事赌气 本就不好好吃药的他 脾气更差了 屋里闷得慌 即便我顶着盖头 也闻得到浓郁要为苦涩至极 别说贪了的人 就是个正常人 在这屋里待得也难受 闷声做了许久 在我吃雏怎么办的时候 床上的人终于开口 声音微弱 盖头先了把人都走了 我胆小 遵从母亲和教习嬷嬷所言 不敢太造次 但是最基本礼书的我还是知道的 我生比她的还小 母亲说的夫君仙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许久后床榻上的人 似乎挪了挪手臂 过来 我寻声靠过去离她近了一点 一只枯瘦的手 攥住了红盖头 轻轻扯了扯 在我以为她就要拽下来的时候 她顿住了动作 你叫什么 寥寥 李叔李大人独女 李寥 我微微垂头 嗯 娘说将军府 只是对这场婚事用心 并不是对我用心 我娘说的没错 新婚之夜 我的夫君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么小让你进这个火坑 嫁给我这个将死之人怕吗 隔着红盖头梁君臣这么问我 我不知道 我听过传言 说数年病床苦凹 当年仪表堂堂的梁君臣 今早已没有了人的模样 可是我不敢说怕 我看着她白得害人的直接撒谎 不怕 她似乎在发笑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 书弟盖头被掀开 眼前的红变成暖黄的烛光 我下意识抬手挡了挡光 错开手指看过去的时候 看到了躺在枕上的梁君臣 很意外她长得很俊秀 也许真是酒窝并榻的缘故 她的五官过度轻瘦明朗 眉骨鼻翼挺立有致 却颇有灵感 皮肤甚白远超过我的肤色 灯光晃动床头燃着一对红烛 她取下盖头后别过了头去 她呼吸的时候盖在身上的薄被轻动 声音低雅扶若油丝 隔壁厢房空着你过去睡吧 我闷闷的 是我长得丑吗 她转过脸您没看我 她实在俊得很 我倒更相信之前的传言 她身体无恙前定然是个出众的人物 许事我太丑 你才会说这样的话 新灰夜被夫君赶出去睡 我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不会我不告诉旁人 她说着深咳了起来一声比一声重 门外庸人敲门紧张得很 二爷 梁君臣呵斥要推门进来的人话说得凶 滚 二爷您把药喝了吧 因着梁君臣的重咳声 听起来门外去了不少人 二爷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 您就喝口药吧 丫鬟是从一个个劝说 说得越多梁君臣的脸越黑 别说梁君臣我听着都烦 梁君臣咳得厉害 顾不得说话我只得出声 要先放门口吧 门外的人跟寻着救命稻草一样 二奶奶您劝劝二爷 你们下去吧 我扬声道 门外的人呼呼啦啦又走了 恢复了安静 我第一次使唤这么多人 还是将军府的人 多少有点紧张 我探探脖子 听着门口没动静了 转头心喜道 走了 我放松下来舒一口气 问他 你也是怕苦才不想吃药的吗 梁君臣呼吸很艰涩 饶有意味地看了我一会儿的 不是 那我们不一样 我不爱吃药是因为要苦 吃完后嘴巴里都是苦的 吃什么都不香 不过我娘办法很多 她会给我做蜜饯 喝一口要吃一颗蜜饯 就不会那么苦了 我好奇你有蜜饯吗 梁君臣摇头 她还再可没有罢休的意思 我有点急 凑过去学着我娘的法子 给梁君臣顺气式地俯着胸膛 她咳完了红着眼角拦我 离我远点 不 也许是我的法子有用 她的咳嗽渐若整个人好很多 避开我 不想吃 为什么 她有点恼 毕竟是男子哪怕是生病了 推开我的力气还是不小 别讨扰我 我让你去隔壁睡觉 现在 立马 出去 一阵动静不小的咳嗽后 她恢复了不少 可是眼语尖脸又红了 而且病脚微微生汗模样很反常 不吃药病情会加重 会 不吉利的字在我嘴边 我避讳着没讲出来 梁君臣咬牙说我没说完的话 对 我就是求死 与其躺在这里 任你们百步受病痛折磨 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消磨余声 我还不如去死 她的模样是好看 可是发怒的样子也是真的凶 我被呵斥在原地半天 不知道怎么劝她 她发完了一通火冷静几分后 看向我再度说道 离我这个废人远一点 离起高门眉的将军府 我虽是小门小狐出身 但也是被爹娘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没被人这么凶过 我委屈极了 你不能死 我眼巴巴的瞅着她 你死了我就是寡妇了 我说这眼泪就出来了 我还未满15岁不想做小寡妇 梁君臣愣了 呼吱呼吱喘着气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忙了一天 饿了一天心里更不畅快 我娘说 既然我嫁过来就要好好照顾你 我是你名媚正娶的妻 我得对你好 梁君臣出生 你娘还说什么了 我娘还说 我得听你的话 得替你打理好内宅之事 还得 还得 我挂着眼泪花结巴了 还得什么 还得给你生育子嗣 梁君臣没说话 半天后伸手俯上我的脸 给我擦泪 脸哭花了 她的手很瘦却很大 掌心能拖住我的大半张脸 我羞涩的避一避 冷不防把眼泪掉到了她掌心里 我低声 哭花就更丑了 你更要嫌弃我了 她款款瞧着我半嗓后笑了 你不丑 那你赶我去隔壁睡 梁君臣擦干了我脸上的泪收回手 这乌逼字你睡不好 不会的 我在娘家的房子远没这儿大 我不是说这个 我脚脚一脚 我知道 我声音低到细不可闻 我不缠你 夫妻之事等你病好了再说 他更意外 这也是你娘教你的 不是 是你们将军府去的礼仪嬷嬷嬷教我的 梁君臣听完沈笑一声躺倒在枕上 事事都要被安排 连规防之事都替我想好了 可效果真是个废人 你不是 梁君臣貌似是真生气了半赏不理我 我讨好的说 算八字的先生说 我命里富贵 想来这富贵是你给的 骗人的东西你也信 信 我轻轻扯他的衣袖 抽抽搭搭的讨好他 相公我饿了 梁君臣摆着的脸缓和下来示意我 桌上有糕点是太后娘娘赏赐的还新鲜 皇宫里的糕点啊 我没有吃过 我不扯梁君臣的袖子了 翻身下床从桌上端起糕点 没吃几口 看到梁君臣看着我 我递过去一块 给你 他摇头 我不吃 我吃的骨骼包子脸直嘟囔 你尝尝很好吃 这季节怎么会有玫瑰溏心呢 太好吃了 我把梁君臣不吃的那块咬开 看到里面的玫瑰心红的诱人 梁君臣突然开口 那我尝尝 我从盘子里找玫瑰心的糕点石 他直言 手连的半块就够了 我咬过 无妨 皇宫里的东西确实不赖 不光我吃的多 连梁君臣也跟着吃了不少 我吃的肚子浑圆 吃饱了饭困坐在床上打胆 梁君臣看不过去 想给我疼个地方出来 不想去隔壁那就在这睡吧 我迷迷糊糊 不行 你还没吃药呢 我不吃你就不睡 嗯 我娘说照顾夫君是我的本分 梁君臣嘀嘀咕咕 我仔细听 原来在抱怨我娘的话真多 徐氏吃饱了心情好 他唤门外廊下首夜的人 把药热一热端进来吧 门外的人万万没想到 梁君臣会主动吃药 小心谨慎地端着热好的药进门 矮身下来想喂食被梁君臣锯了 他冷声骂 我还没有废到连药碗都端不住的底部 吓人巴不得梁君臣自己喝 放下药碗溜之大吉 我拖着腮看着梁君臣一口气 喝下一整碗 药汤苦涩味道甚浓 我抽抽鼻子有点可怜他 苦吧 梁君臣应付我事的轻声恩了一下 我从袖中掏出颗遗糖放在他唇边 吃了他就不苦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本藏在袖子里想在花窖里吃的 结果一路上太紧张给忘了 梁君臣含着一颗糖问我 路上为什么紧张 大姑娘上花窖当然紧张了 我想着万一我的夫婿是个丑八怪 那我可怎么办 现在呢 觉得他丑吗 梁君臣睡过的地方很暖和 我太累了躺倒在他腾出来的那块地方 他身上也是浓浓的中草药味 似乎有助眠的功效 我抽抽鼻子凑近贴上他的衣衫 不愁好俊好俊 入睡前一时迷糊 隐约听到梁君臣又叹气 那又如何注定是个贪死在床的病人 可是病总会好起来的 是吗 是的 很多人同情我 觉得我嫁了个重病不遇的瘫痪之人 其实我觉得 嫁给梁君臣也有嫁给他的好 梁君臣脾气不好 没生病前就是个不好惹的 而今病了越发不好说话 因着他的臭脾气 府里对冬院都是时时毕着 而我也因为这个免去了不少束缚 不光少了沉昏定省 还能跟着梁君臣贪睡许多时辰 远比在归中时自在 况且因为冲洗 梁君臣的身体当真好了不少 老将军夫妇带我更加怜爱 我的日子十分舒坦 秋凉时 梁君臣难得的没有像莽年那样复发就急 太医来看的时候 直言身体起色不少大有恢复的苗头 全府上下很欣慰 中秋的时候特地摆了场螃蟹宴 请了好些同族家眷来做客 梁君臣没去 他照就在屋里闷着 我草草吃了些赶回了冬院 我以为他睡了 推门进去后罕见的发现 他别有兴致的在灯下读书 听到我进门 他头也不抬的问我 家宴如何 秋日夜凉 我谈梁君臣被窝里的暖衣 拖了鞋窝进去笑颜 好声热闹母亲说 等你明天好了再办一场 梁君臣翻书 不去 为什么 无聊的仅不过是家常里短 我点头 是 全是家常里短 不过哪里无聊了还挺有意思的 我给他讲我在宴席上听来的趣闻 前些天远房 王姨妈送了个女史过来 非要放在三弟房里 结果被三弟妹给赶了出去 王姨妈好没面子 梁君臣目光在书页上 不知道他再没在听 我自说自的 刚才我在席间问三弟妹 不想说做妾做个女佣 也行干嘛赶人家走 三弟妹说 他要是不敢走 明儿那女史就得送到咱们冬院来 就成你的妾了 还有 听说四弟重阳要回京母亲再张罗 我脱腮说了半天 发现梁君臣不翻书也不出声 我好奇的抬头 烛光下梁君臣定定的 瞧着我眸光如水 丫鬟端着要进门 看着我们夫妻面面相去 色缩道 二爷二奶奶要好了 梁君臣回道 放那儿吧 丫鬟出门的时候 他又叮嘱 把门关好了 屋内境的落真可闻 只有药香味弥散 给我做妾 你是接纳呢 还是也像三弟院里的一样 把人家赶出去 接不接纳 不是你说了算吗 我说了算啊 梁君臣和尚书 大有和我聊下去的架势 如果貌美 我觉得可接纳 啊 这个回复挺让我意外的 在我还未嫁给梁君臣之前 我就听说 她是个全然不好女色的人 嫁过来数月也是 即便偶尔塑在她的床上 她也谨遵依主 没对我有半分贪念 这样啊 我信信的 说不失落是假的 原以为自己的相公 是个省心专一的 没想到天下男人一般模样 还没吃到碗里的 就已经八万锅里的了 不过想回来也是 我年岁小 梁君臣年纪却不小 即便他贪了 也是个成熟的男子 如他这个年纪的旁人 早气窃成群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明儿开始给你物色物色 我垂着牟囊囊鼻头说 梁君臣支持我 你给我喂药我就告诉你 这人越厉害了 动房业的时候 还出言骂别人把他当废人 而今病情好转了 到真做起废人来了 我不情不愿下床 端回药碗凑过去 一口又一口的喂他 我喂的不走心 他唇角沾着药汁 我也懒得理 他身舌舔一舔问我 好苦 上次你从娘家 拿回来的蜜剑呢 没了 我听岳母大人说 挺多的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你吃得太快吃没了 哦 再喝下一口他又问 不会是你偷吃了吧 眼看要碗见底 我终于解脱把碗 放回去弯他一眼 我没有 梁君臣出声笑骂 胆越来越大 敢这么瞪你相公 我往被窝里钻 和月如吃了会酒 头晕我先歇着了 梁君臣伸手从被窝里捞我 还早 你白日里就多睡了一个时辰 这会儿再睡天不亮 你又得折腾我 我是挺折腾他的 动房夜之后 我确实应梁君臣的要求 搬去了隔壁 但是偶有他身体特别差时 我会过来陪他 陪他的夜里 我醒着的时候会辗转不停 梁君臣睡眠轻 我动一动就醒了 我只往被窝里钻 不我要歇着 他腿脚不好 力气却挺大 把我抱起来围在壁弯里 娘子 你还没有给维夫擦洗身体呢 他靠在我身侧说 叫旁人给你擦 院里这么多伺候的 我没嫁过来钱 二爷你不沐浴不擦洗了 他们不用心 我翻身面朝他 我也不用心 鼻尖擦着鼻尖耳过 梁君臣与我半寸距离不到 他周身很热 连呼吸也是热的 尽数扑在我脸上 意外地举措两人挣了好一会 梁君臣没有离开的意思 贴着我的脸道 你喝的酒好香 是父亲存了很久的御刺沉酿吧 我瞧着他的鼻子 真灵 他遗憾道 我惦记多少年了真想尝尝 不能喝 太医再三叮嘱 不可沾酒不可行方式 梁君臣盯着我的唇 尝尝你嘴里的也不可以吗 我在他的目光里红了脸 想着怎么正脱食 想起敲门声 梁君臣不耐烦 谁 二爷 夫人差我来问 二奶奶身体可好 二奶奶吃了酒 夫人命我送了养胃的汤来 梁君臣的好兴致快没了 不用了 门外的丫鬟生线打颤 二爷 夫人还交代 二爷要谨遵太医兵主切记吃药 一句话点到为止 提醒梁君臣他还是个病人得遵医主 梁君臣果然恼了 滚 丫鬟在一声骂中马里走远 我憋着笑推他 等你好了 我去给你偷出来 你喝个够 平日我们偶尔也有稍稍轻易的举动 但是我有一避开的话 他从不强求 这次很反常 他抱着我不撒手 我就想今夜尝尝 我总不能今夜给你偷吧 梁君臣的手妈撒我的脸 摸了许久后 陡然换了画风 我不要妾 今生今世都不要 只你一个 我被说了个措手 不及愣愣地看着他 他的眸光闪动 在灯下揉成了两汪水 他的指腹摸上我的下颌 然后俯过来摁上我的唇 他轻轻吞咽声低沉 只你一个我都疼不了 叫我夜夜抓心挠肝 何来的功夫搭理旁人 婚前嬷嬷教得再好也只是虚的 而今面对梁君臣识打识的情谊 我到底慌了 寥寥 他很少叫我的名字 这一刻却叫得顺口 我不敢大声喘气 一是怕伤到他的腰 二是怕勾起他的火 手脚也不敢动 他没听到我回答又唤一声 聊聊 我轻声应了他 他展颜眉眼笑开了 给维夫尝唱这酒吧 维夫缠了 我无法拒绝满眼笑意 柔情默默的梁君臣 他跟平日里那副坏脾气的样子不一样 我抱在怀里的这个人 此刻是鲜活的 不屈服的 是有欲望的 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 残留的不多 你要的话全拿去 足够了 他说着低头稳住了我 他哪里是贪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已 我怕他又咳 伸手扶他的胸口时 他攥住我的手 聊聊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我瞬间明白梁君臣的意思赶忙拒绝 欲依依再三叮嘱 此时最容易复发妖极 我断然不能在他的病 有起色的时候冒这个险 梁君臣强硬了二十多年的硬骨头 在这一刻画成一团 绵软近乎央求着 我只看看 他鼻尖亲碰我的鼻尖 像一只讨食的小狗 他嗓音沙哑 你远了吧 求你 怒的梁君臣 笑的梁君臣 放下身段求人的梁君臣 在这一夜进阶展现 不论哪一个都是我的夫君啊 我不忍他煎熬着求饶般 讨要一点好处点头 好 他掌心附上我的手浅笑 无欺甚美 梁君臣欣赏不够 挪了挪身子抱住了我 我想过 但不是欲望而是憧憬 少女怀春 总有些更隐秘的 期盼在细密的心思里头 盼望自己夫婿床子至上 温柔体恤 盼望自己能得夫君宠溺 盼望自己能在夫婿的掌心里 化成水 蘸成花 而今我憧憬的都成了现实 梁君臣文言笑了 娶你那日 我闹了好大的脾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梁君臣抚摸得我筋骨绷直 可是身体又止不住的发软 我不敢侧手不敢动问 为什么 他说话吐息就在我耳侧 我记得李大人家的女儿 不过是个小丫头 他回一往事似的 我曾在长街上见过你 只是你不记得了 你那时还是个 置气未脱的小姑娘 逢人变害羞 指望你父亲身后躲 所以我怎么算 你也未到嫁人的年纪 而我病入膏肓 娶你就是害你 我不舍一个好端端的小姑娘 跳进这个火坑 可是我们八字相合 是天定的姻缘 你信吗 我想了想认真到 以前不信 可是见到你而今 一天天地好起来便信了 寥寥若是信那我也信 他拦我入怀 也许真是天定的姻缘 让我娶了你 梁君臣说着 令人耳红面赤的魂话 他没把我怎么样 却勾起了我的一团火 少女的憧憬变成欲望 我呼吸都乱了节奏 我转身投进他胸膛 不自觉的说话带哭腔 梁二郎你王八蛋 你欺负我 他指尖点在我脊柱上 跟鼠肌鼓鼓节一样 他笑再等等 等吃过了这副药 身体再好点 定然欺负的更甚 重阳临近 四弟从边塞回来 家中更加热闹 四弟打小而最喜爱他的二哥 回来不到半赏 便去了东院 说的是家国大使 我听也听不明白 索性来前院跟轴里聊天 女眷热闹哄哄 不知怎么的说到了子嗣上 而今梁君臣的病好起来 婆母不再为这是担忧 不少精力放在了 我们几个儿媳的生养上 大嫂有个女儿 好歹还能应付婆母两句 我和三弟妹梁月如就少不得挨说 许是我年纪比沈氏小 婆母撇开我直接说沈月如 一点也不思平日里联系 老三不思老四在外头 他天天在院里 怎么你俩就没点动静 沈月如最怕婆母说这个 面上笑着 背地里攥着我的手直恼我手心 婆母愁眉苦脸的 那日我乃远房躺起来 硬给你房里塞女屎 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挡回去 沈月如一点也不委屈 不劳母亲烦心 儿媳心里有数 有数就生啊 要不然老三天天晃院里 我都看着暗眼 大嫂偷偷笑 我也跟着抿嘴 沈月如一看着急了 不好意思说大嫂 拿我出来当挡箭牌 母亲偏心 要生 按顺序也该是二嫂先生 我愣了 还有这样出卖同袍战友的 我琢磨着回去后 怎么好好骂一顿 这个小没良心的肘里 他接着道 二哥如今身体大有好转 眼瞅着就可以痊愈了 而且冬院里的人都在说 二哥和二嫂越发如胶似漆 比心婚时还腻 他不顾我宁他 心虚地松开我的手 一脸讨好的样 母亲你肯定不知道 这天越冷啊 二嫂越爱往二哥房里钻 什么分房睡都成幌子咯 他还撒上娇了 母亲你快问问二嫂呀 显然 比之三弟和三弟媳妇的事 婆母更关心我们冬院的 他老人家静止看我 老三媳妇说的是真 我 我倒是想起来了 中秋那日去送满妹汤的丫鬟说 你塑在老二的房里 我站起来紧张死了 母亲我以后不敢了 太医吩咐不能行房事 我还往梁君臣身边凑 不是明摆着让他语举吗 什么敢不敢的 你想睡哪随你 老二的倔性子 自小我就管不住他 而今娶个媳妇 叫他自己管 我才懒得管 我不敢抬头 听不出婆母 这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 母亲还是替我管着吧 这小猴子调皮得很 儿子管不住 还得有劳母亲费心 梁君臣的声音末地 从身后响起 路内所有人寻声看过去 看到梁君臣 坐在门口的轮椅之上 椅子是木制的 前些日子坐好后取回来 他嫌麻烦赌气不用 没想到现在不光用上了 还在四弟的帮助下来了前院 婆母起身 又惊又喜的上前迎梁君臣 激动的话都说不完整 而我 三两个字间就落泪了 梁君臣进屋好一阵安抚婆母 而后看着我笑了 沈月如扯我衣袖 哎 给你撑腰的来了 我低于等出了这门 我就好好罚你 罚我什么 我没想好 只在梁君臣的目光里红了脸 在众目之下 他这样宠溺地瞧着我还是头一遭 我真现活好 给你孩儿做双虎头鞋吧 他楚楚我 还说你俩没有恩爱四密 老二看你看的眼睛都直了 我看这孩子 你得比我早生了 我不搭理他 羞涩地垂下了脑袋 晚饭在前院吃 第一次全家人聚在一起 吃这么大阵仗的团圆饭 听闻梁君臣也在 公爹特意从宫里提早回来 饭间其乐融融 我仗着公爹心情好 替梁君臣讨好处 父亲您那几坛 遇刺陈酿还有吗 遇刺陈酿 父亲您宝贝着 一直不肯给二哥喝的那几坛吗 我也想沾沾光 四弟嚷嚷 我也想尝 上次没喝够 三弟开枪 屋里七嘴八舌 公爹无奈拆人去取 梁君臣在桌下 悄悄赞我的手 低声道 我喝不了 我冲他眨眼 喝得了 他不明所以 我反手牵住他 我昨儿问过太医了 这服药吃完可以停要半月 这半月你可以尝点 你平日贪嘴 却吃不到的东西 梁君臣看着我不说话 一本正经的模样 怎么了 我与他食指相扣 能喝到馋了许久的酒 开心坏了 屋里热闹 他趁着没人搭理 我们又说红话 可是我最馋的是你 这个今晚也能尝吗 我一口茶下肚 不知道是哪个丫鬟当职 床头又错点了一对鸳鸯红竹 我懒得骂 吃了酒后脑袋晕呼 只想往梁君臣的床上躺 梁君臣酒量本就好 再说那几口跟肠味道似的 他没有一点醉意 我睡不着的时候折腾他 而他兴致好的时候则会折腾我 我侧身睡着 他单臂还着我 亲吻我发病 聊聊 我想沐浴想更衣 我困得不想睁眼 揪着他的衣衫闻闻 精神刚换洗的 而且身子我给你擦过了 明天再洗 就今晚 热水我已经命人备好了 你就替我洗洗 他软身讨好 好吗 我睁开眼 鸳鸯红竹黄的眼睛酸色 我打个喝歉 好吧 给梁君臣沐浴 已经成了我的日常之事 婚后他完全不让下人 着手自己的贴身事 权衣仗我一个人 好在他泡在浴桶里时 就会格外乖顺听话 会给我讲许多 他之前从不提及的故事 尽管他从不自夸 可是他的骁勇与智谋 总在这些故事里慢慢显露 我好爱故事里的他 他在重拾过去 也在憧憬未来 给他洗完夜以身 我拖着疲惫的身去爬上床榻 窝进他身侧 我嘀咕 不回隔壁了那屋太冷了 梁君臣发丝还是湿的 靠坐在枕上翻那本没看完的冰书 看我嘟囔着往被窝里钻 低头看我 也没打算让你回 我迷瞪着眼抬头 相防的床入我叫人撤了 以后你宿这儿吧 秋冬夜里凉 你这手脚总是冰冷冰冷的 让人总惦记着你睡好了没 我抱着他的手臂谢他 有劳夫君 灯下 梁君臣目光炯炯的 看了我好一会儿 将书放在枕侧 伸手拨我搭在额前的头发 我担了夫君的名 却没有能力保护你 黄论为你出生入死 就是在夜里给你暖暖手足 都是奢望 他的语气里难掩伤心 我心疼主动伸手还上他的腰 安抚他 你已经对我很好了 锦衣玉石荣华富贵 这都是我之前不敢想的东西 他扶着我的眉眼 笑道你与我在一起 原来是图这个呀 不是 我抬眼看他 图你这人 你呢 你如此待我好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 自问一句 他微微侧着脑袋想得极认真 好一会儿后他答 为了活着吧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眨着眼看他 他的指腹在我眼睫上 睫毛快要蹭在上面 久卧在此 数年间没有一日是开心的 我总觉得这一辈子 哪怕不是征战沙场博得功名 也好歹得像一个人一样活着 可是遇见你之前那些年 我活得毫无人样 躺在这里任人摆布 哪里会有尊严 哪里又会有活下去的信念 梁君臣话说得沉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叹气 而是扭头看我 可是你来了 我就得活下去 他眼里带笑 我不能让我心进门的小娘子守寡 他还小 要是真守了寡 保准天天跟在新婚夜时的酷鼻子 我否认 我没哭 那怎么红眼睛了 那天太饿了 呃 红了眼 梁君臣被我彻底都开心了 只副挪开半寸 打量我 那我看看 今日眼睛红了没 吃饱了没 我戳戳日渐圆润的小肚子打 饱了 那既然暖了 也饱了 我们做点其他的事情 不要 梁君臣哪容得我否决 说话间 浮在我眉间的掌心覆盖下来 遮住了我的眼睛 他像中秋那夜一样闻我 半湿的发丝垂在我颈侧 就跟闻我的脖梗似的 他说话轻难 聊聊 我命人点了红烛 洞房叶巷嵌的金叶补上 尽管早被他拖过衣衫 看过身子 可是我还是害羞 我的脸在他的掌心里发烫 从纹里正拖出来 深喘不止 他取开手 烛光映在眼前 他生的好俊 一如在洞房叶出见他时 那般清朗俊逸 只是比当时胖了些 我紧张的不敢动 发出尖 被他吞去了衣衫 我才反应过来 猛的担心他 小心就急 我有分寸 梁君臣掌心拖着我起身 叫我与他相对而逝 我又羞又骚 不敢直视梁君臣的身子 我结巴 可是我忘了 忘了什么 忘了娇媳嬷嬷娇的了 梁君臣温柔至极 我娇你 翻爱 我有两次洞房叶 一次合一睡在梁君臣身侧 醒来后天还没亮 听见他沉沉叹气 心里满是阴影 一次不知羞地趴在梁君臣怀里 闹了一宿 他不再叹气 因着不小心弄疼了我 所以柔情蜜意地哄了我一宿 说了一宿的情话 醒来后天大亮 梁君臣安稳躺在我身侧 呼吸匀趁舒缓 早没了重病时的身壳 眼波似水没风传句 他的五官如画般美丽 我忍不住伸手描摹 摸到唇边时 实在好奇 相公 你儿时得有多好看 才能长成现在这般容颜 梁君臣唇半烟红 时间想咬我的手指时被我避开 咬了个空没咬到 他不失落反而笑颜 想知道我儿时的模样 嗯 他伸手摸上我的小腹 咱们生个儿子不就知道了 雪来得晚 小年那天才洋洋洒洒洒下下来 李辽裹着厚厚的衣服 从沈月如院里回来时 在门口迎面撞上屋里的丫鬟 丫鬟说小少爷去了前院 贪祖母身边的宫廷糕点 一时不想回来 李辽觉得挺无奈的 三岁半的儿子不算大 可是贪嘴这个毛病跟他如出一辙 只是娘俩长得不同 儿子越大模样越似梁君臣 尤其那口鼻简直一模一样 鼻梁挺翘唇半烟红 白嫩嫩的皮肤 惹得沈月如都替自己的女儿眼缠 他还未进东院门 便听到院里有人叫他 叫的是闺名 温温柔柔的 寥寥 李辽恍惚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么叫他的只有一人 自家夫君 可是梁君臣出征一年了 前些日子还传言说不班师 梁君臣兄弟二人得在边关过年 寥寥又是一声 叫得真真切切的 李辽错愕不已 猛地推开了门扇 院里廊下 梁君臣长身而立 看到李辽进门 一步三街跨下去 淋着大雪拥住了李辽 去哪了 我找了许久 李辽恍惚以为自己做梦了 梁君臣抱着正愣的人 我回来了 他说话间吻上李辽的发病 土西是热的 身躯也是热的 李辽才慢慢自觉 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是说在边关不回来过年吗 梁君臣亲吻李辽的眉梢 想吻上唇办时 暗鱼还在院里 忍了又忍 皇上说 我们兄弟二人只留一个在那就行 四弟不想回 所以我便回来了 李辽觉得自己欠四弟的人情挺多 他又照顾我们夫妇 哪是照顾 他巴不得不回来呢 梁君臣鼻尖亲碰李辽的鼻子 塞上姑娘美 四弟被家人留住了心 那你呢 家人怎么没留住你 李辽玩笑道 留住了呀 我的家人在我院里 李辽抿着唇笑 逃李之年越发美丽 惹得许久不曾见的梁君臣看直了眼 李辽被看得不好意思 往梁君臣怀里躲 去见过母亲了吗 见了 儿子也在母亲那边 见着了 长得颇快 就是见到我任生往人后躲 梁君臣轻抚李辽的发丝 跟你小时候一般胆小 他胆大着呢 只是许久不见你 猛的见到给唬住了 恰夜里我哄入睡时 他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委委屈屈的跟我说 他想你了 那你呢 想为夫吗 李辽含羞 脸靠在梁君臣兄前不说话 梁君臣不等李辽回答自顾自言 聊聊我好想你 但凡有所闲暇就止不住的挂念 李辽抬头 不是见到了吗 抬眼间 看到白雪落了梁君臣一身 黑亮的青丝上沾染白雨般的雪花 一瞬白头 李辽觉得自己嫁给梁君臣似乎太久了 父亲二人 恍惚已过百年 就此双双白了头 可是又觉得短暂 大婚就跟发生在昨日似的 将军府的聘礼流水搬往张家送 李辽坐在花窖里懵懵懂懂 袖中藏着一颗被体温误暖了的乙堂 那颗乙堂是李辽留着果腹的 却在新婚夜被自己的夫君吃了去 许是乙堂太甜了 滋润的婚后的日子也甜得如蜜 李辽轻轻为梁君臣抚去额前的雪 回屋吧这儿冷 梁君臣道一声好 打横拦腰抱起李辽 朝屋内而去 沈月如后脚跟着李辽过来 手里拿着早早绣好了的虎头帽 东院门开着 院里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雪地里有一行快被雪掩盖了的脚印 他倒一点都不好奇 以为李辽又跟以前一样 贪睡晌午觉忘了关门 沈月如在廊下收起伞 准备敲门时被害在了原地 门内动静不小 梁君臣哄诱着说些令人面红耳赤的魂话 惹得李辽哭得更凶 沈月如犹如被雷轰顶 往后退了三步惊在当地 不知什么时候 院里的丫鬟亲手倾脚过来 低声恭顺询问沈月如是什么时候来的 沈月如性眼瞪的魂元 丫鬟解释 二爷回来了 沈月如把手里的虎头帽往丫鬟怀里一塞 给二奶奶 他刚忘了带过来 他说把扭伸就走 大冷天的被吓出了一身汗 出了门撞上自家夫君 沈月如当即要哭了 相公太可怕了 怎么了 梁一恒懒着沈月如 听闻二哥回来了我来看看他 别看了 沈月如惊魂未定 抱着梁一恒低声道 里面鸳鸯细水呢 去了扫你出门